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肖战和王一博不在剧组的考虑范围之内 只是剧组当初物色的人选都不接 这才在缘分的作用下落到他们身上 之所以不接 是因为当时没有古装双男主剧播出 这些演员都不愿冒险去接 害怕精力鸡飞蛋打 当时火的双男主剧都是现实题材 例如震魂 上瘾等等 就连肖战王一博也没觉得会火 只当成一个锻炼自己的机会 为后续发展做铺垫而已 本着先入为主的概念 观众和CP粉自然念念不忘 在脑海里画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政策限制 再加上另一对双男主CP的瓦解 在去年 肖战王一博这对兄弟CP遇到竞争对手 急浪浪钉 浪浪钉自然浪不起来 热度直线下降 粉丝们转头又回去磕肖战 王一博这对CP 本来可以通过转移注意力的方式 让肖战王一博逐渐解绑 偏偏对手主动让弦 让例如吉星高照 左肩有你 烽火流金等双男主剧 直接扼杀在摇篮里 成为不见天日的存在 这种情况下 喜欢这类剧的观众只好回顾过往 肖战王一博成为唯一可以大方关注的兄弟CP 这后劲无疑很强 很难通过时间的流逝而消散 这对肖战王一博来说 是好事也是坏事 好的一面是 作为演员有代表作品和代表角色加持 不好的一面是 后续无论多努力的拍戏 塑造角色 观众都没有这两个角色印象深 也是一种悲哀 结尾 肖战以及王一博的走红 占尽天时地利人和 作为掀起古装双男主剧风潮的男演员 他们势必不容易被时代所忘记 他们不仅是娱乐时代文化的印记 也是很多人的青春回忆 代表性自然不言而喻 再次回到地方 再次回到这里 继续 词